欢迎各位训练回到我们课堂 我们讲了简单的 哈喽我的程序以后呢 下面呢我们用什么呢 我们用CGI的程序来求解一个问题 我们用CGI的语法来求解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求圆的周长和面积 这样的话我们用CGI的语法 和用CGI的语法 可以做个对比 然后求圆的面积 它的要求是这样的 输入圆的半径 输出圆的周长 或者是输入圆的半径 输出圆的面积 这个类型啊 都是实说型 或者是啊 怎么都可以啊 输出半径是R 计算周长是PiR 对不对 计算面积是PiR房 对不对 那Pi是3.14啊 那个面积呢是PiR房 那就是这个题 这个题 那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 去求解这个问题 一个呢 是用面向 用结构化的方法 面向过程的方法 去求解圆周长 然后呢 另外一个方法 是用面向对象的方法 去求解这个问题 我们呢 就分别按照这两个方法 给大家讲一讲 这样让大家 从感性上认识 C面向过程 和C加面向对象 到底有哪些 还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OK 我们先看啊 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给大家把这个过程 再走一遍 这个面向说 我们这样 01 编译大家复习 下面呢 我们继续敲第二条 说 OK 生发手 P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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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呢 呃 我要求圆的面积 对不对呀 求圆的 圆的 面积 求米圆的面积呢 很显然 很显然 需要输入一个圆的半径 那我们这样 我先用面向过程的方法去修解 OK 然后呢 再Double S 是吧 等于零 啊 这个地方可以用Type键 意思美观啊 OK 做完以后呢 我们应该提示用户 请输入圆的半径 是吧 输入完以后呢 我们 这样 是吧 这个地方用一个 冒号吧 这个做完以后呢 我们再 呃 我们 我们再来一个 是不是要从键盘接受输入啊 从键盘接受输入到这个字符串里边 到这个这个这个设计 设计里面 那我们 我们我们怎么来 我们 C 看见吧 这个相当于键盘 这个也是大家第一次这么接受这个这个对象啊 然后呢 这样 啊 这个是什么呢 从键盘 C应代表键盘吧 代表标准输入 标准输入 标准输入是out啊 我们知道了啊 cout 代表键盘 你就这么理解啊 然后呢 这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句话意思说 从键盘输入一个数 到这个变量 所指示的内存空间里面去 从键盘输入一个数 输入流入到这个变量 所指代表的内存空间里面去啊 做完以后呢 我们也可以啊 这样 我们可以打印出来 是吧 啊 直 是 是吧 然后呢 哎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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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面呢 我们是不是要求s了 s是不是 嗯 太二方对不对 三 我们就直接把3.14 乘2 乘2 ok 是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再输出 cout 是吧 然后呢 圆 圆形的面积 是吧 然后s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s输出 再加一个回车换航 ok 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命按向 我们用时间的依法 用那个命按向过程的 去求解这个问题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现象是如何的吧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接受键盘等待 那我们运行一把啊 输出圆的半径 比如说是10 是吧 然后呢 是2的值是10 它输出来了 圆的面积是3央4 ok 这样的话 我们是用面向过程的方法 去求解了圆的面积 ok 求解了 求解 圆形的面积 ok 那这个没有还说 我们给大家讲这里 02 下面呢 我们讲什么呢 讲个03 就是用面向对象的方法来求解 刚才一个讯员问哈 他问这什么时候用大一号 什么时候用小一号 这个呢 是和用大一号 用小一号 它是固定死的 它是和这个对象有关系 比如说 它是做输出的 你要打平了 presentf你要打平 你要打平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字符帅 留到屏幕上 这个时候啊 要用小一号 它就这么规定了 啊 然后什么时候用那个大一号呢 就是双 双大一号呢 那什么时候呢 你从键盘流到这个字符里面去 这样啊 就是说 那这样的话 你记这个方向 你可能记都记毁了 那你怎么记呢 你不管是怎么记 起起码码码 这个标准输入和标准输出 始终写在大一号和左一 就是输出 或左一或输出标准输出符 和输入标准输出符的左边 是这样吗 所以说你这么记一眼 就比较好一点 OK 我把这句话给你说出来啊 在这里啊 个别学员对这个 左一操作符和右一操作符啊 什么时候用它 用的时机 不会用 不会用 可能比较难用啊 刚才接收码 第一次接收是吧 第一次接触它 可能是 不太会用 那你怎么用呢 你记个规则 就是 标准输入 和标准输出 标准输入 和标准输出 标准输入 那是 它吧 标准输入 输出是它吧 这是个对象是吧 它 那干嘛 始终写在 操作符的 左边 这样啊 这样的话 你这个对这个语法自然让人掌握了吧 对不对 嗯 当然呢 你可能会问老师 那什么时候 你让我看看这个对象在哪定义了 实际上在这里面啊 在这里面 啊 程序啊 在这里面 啊 这个 这个 我们等会儿给大家介绍啊 在这边里面啊 在这边里面 嗯 啊 我们先不敢查 我们继续往下出解 我们先骑自行车 嗯 下面呢 我们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去求点这个问题 啊 是吧 嗯 OK 那我去 你停止一下 它是 把那个资源吸过了 那我记得编一把 那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和面向过程的方法就很不一样了 有个个别的畅学者啊 对这个地方入门啊 嗯 比较痛苦一点 嗯 我刚才 也跟他讲了 就是C加加的学习啊 它是一个慢可能过程 你把C加加的技术学完了 还有C加加那个提高呢 你把C加加提高学完以后呢 还有说结果 再用C加加语言去表达 是吧 你把那个 说结果 嗯 学完以后呢 嗯 就是C加加语言里边 表达出结果 学完以后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很多重要的 重要的面向对象的思想 比如说 UML设计 这一块还等着你学呢 所以说呢 这个课程啊 是非常漫长的 这个课程是非常漫长的 你把你这个 整个知识第一大念 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你不要气雷 就是我们什么阶段 学什么东西啊 都规定好了 这样呢 你就按摩就班的就一步一步脚一往下走就可以了 OK 不要急躁 也不要浮躁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那个讲一下怎么说 用面向对象的方法 求语言的周长和面积 首先呢 要做一个抽象 什么叫抽象呢 面向对象 面向对象 就是把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物进行抽象 抽象怎么个抽象呢 比如说我现在要求语言的一些面积或者周长 首先呢 我应该定义一个语言 这么一个数据类型 如果你对这句话 我刚才说这句话 你不太清楚啊 你可以想想什么呢 我们用一个结构体 定一个数据类型 结构体是我们在4亿语言基础班 还有4亿语言 就业班第一阶段课程里面 4亿提高课程里面都给他讲了 结构体里面可以套一指引 套二指引 对不对啊 那结构体是深拷贝 千拷贝是吧 结构体里面一系列课程啊 那你这个地方你可以这样 哎 这是不是一个 这是不是一个数据类型啊 在这数据类型里边 这样呢 就相当于一个圆的抽象的类型 这个路线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动动 起码应该有一个半径吧 起码应该有一个面积吧 这个面积 这个半径啊 这是定义的 这个面积一个半径啊 在CGI语言里边 给他提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什么呢 属性 那你也可以这样呢 S 这是面积吧 M S 然后大多 Flues也行啊 无所谓啊 OK 那这个M 这个是R 是吧 这个是面 圆的面积 圆的 圆形 的面积 这个是 这个是 圆的半径 是吧 OK 这个说完以后呢 就相当于这个数据类型 就抽象了嘛 嗯 当然抽象了数据类型的时候啊 C这帮大牛们 CGI这帮大牛们 他们 是在结构体的基础之上 做了一个扩展 什么意思呢 他们用这个关键词 这关键词的以后呢 也带有 你看 也带有 Public Protected 和Privice 这是类的反应控制属性 这三个关键词呢 我们 呃 先不应管它 我们在后面 下一次专题课程的时候 才能讲到 我们呢 先给大家说 你先按照这个方法 先理解的啊 在这个方法 真正的 我 挑什么呢 也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当然呢 这是关键词 对不对啊 用这个关键词 定义一个类 class类 来吧 是吧 也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 这句话是定义了一个 这句话啊 定义了 在 C++中 因为C++中 C++是兼容那个C的啊 你看 它也是定义了一个 抽象的 设计的什么 定义 C++中 定义了 一个 自定义 设计 类型 对不对啊 那这个地方 一样 这句话的意思啊 它俩作用是一样的啊 嗯 这个设计类型啊 就是圆 是吧 嗯 圆形 那这一步啊 就相当于这一步 圆的类型出现 然后呢 由于圆的以后呢 你可以建立一个具体的圆 然后呢 求助行 求助成 那我们再 这是第一步分析啊 再看第二步分析 第二步分析里边 里边有成员面量 半径 然后呢 成员面量 和原来四亿元 不一样的 这个到这里啊 都和四亿元一样 对不对 和面向过程一样 但是呢 和面向 不一样的地方是哪些 不一样的地方 是成员反硕 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在这个 类里面 这个相当于一个 类吧 关键是 这相当于定义了一个类 这个类 相当于就是一个 抽象的说 类型 没有这个意思吧 然后呢 我们定义这个类 在类里面 看好了 对了 在这个类里边 你可以写函数 这一点 是和四亿元 不一样的 比如说 你在这里边 可以什么呢 可以 设置 元的半径 然后呢 获取 元的半径 然后呢 计算 元的 面积 这 这 这怎么说呢 是这么说 比如说 我这样啊 我 设置 元的半径 赛次 啊 知道吗 这是一个 函数 在这里 然后呢 设置它以后呢 我报一段 啊 我不要反馈直拉 然后你这个地方 来个参数呗 对吧 那我们 R吧 R 然后呢 R以后呢 我们 把这个R 把这个R 付给我们的成员变量 属性 这属性啊 成员 变量 啊 它也叫属性 也叫成员变量 那这个呢 就是成员函数 OK 这成员函数 它就是成员函数 啊 成员函数 以后呢 通过这成员函数 我们再搞一把 还可以 get get get呢 就是相当于 我获取成员变量里面 使用属性 获取属性 获取属性 这么获取吧 那获取属性 你获取属性 你这样把它搞出来 你看 这样的话 这两个我们可以先不要啊 我们先不用管了 那这样的话 F7变移吧 我们就把这个类的抽象给做完了 对吧 这是第一步 做类的抽象 类的抽象以后呢 我们学了两个 一个是重演变量 重演变量 对吧 现在的以后呢 下面就开始 求解问题吧 求解问题 求解问题 你看那个 我们的交易家 怎么说啊 他呢 是怎么说呢 他是这样的 需要呢 实力化 什么叫实力化呢 实力化的意思是说 用这个类型 定义变量 是一 当然你可以定义两元 定义杀元 都行 原的意思吧 你看 这一点就和那个什么 有点不一样了 但是呢 他和那个结构体 是很类似的 用结构体定义变量 是千金定义吗 用结构体类型定义变量 是吧 你用这个 这个我估计大家都会 是吧 那么 这个点我们来看啊 实力化的过程 实力化就是 用类 定义变量 这个变量 我们在 C12领域 里边 给他起了一个 好听的名字 就是对象 他就是对象 C1 这类 是Mask 用这个类 定义的变量 C1 是一个对象 C2 也是个类的对象 C3 也是一个类的对象 所以说 这是类的对象 OK 类的对象 给大家做完 说完了 是吧 下面呢 我们讲第三点 讲第三点 怎么讲呢 就是我们怎么样 用它 对不对 那怎么用它 用这个类的对象 去点 看见吗 点以后 我们可以 设置 圆的半径 是吧 设置圆的半径 是不是要输入一个 圆的半径啊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这么搞 我怎么搞呢 我们可以接收 键盘输入 是吧 那我们先打印吧 请输入 C1 圆 行 的半径 这样吧 半径 输入4E圆的半径 它是这样了 然后呢 4E印吧 4E印以后 然后呢 如果你记不住 还按我 跟你说的方法 先写标准输入 和标准输出 写完以后 然后呢 再考虑 左E和右E 对不对 你很明显 这个条你应该 接收一个输入吧 键盘流到这个 变量里边去吧 所以说你要定义 变量对不对 OK 那 它不见 一时没关 OK 这样的话 R是吧 那 这个R以后 我们对这个R 复制了吧 那直接塞塞R 可以吧 OK 这样的话 相当于什么 给C1圆 的属性 的圆形 C1圆形的属性 复制吧 复制 S2吧 复完这以后 下面是不是要求面积了 求面积怎么求呢 是不是我们应该计算员的面积的 计算员的面积以后 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要修改原的东西了 应该修改这个类吧 你会发现 面向过程 你是操作一步一步的 但是面向对象是干嘛 是不是你要不停的不停的去修改这个类啊 OK 也就是说 面向过程加工的是一个一个的函数 但是面向对象加工的是一个一个的类 是不是这样 OK 那好了 这句话我先给他写上啊 然后呢 下面就是求面积 求面积 这里面有个经验话语 什么经验话语啊 面向过程 加工的是 一个一个的函数 或者是一个一个的语句 对不对 那面向对象呢 面向对象 加工的是 一个一个的类 是吧 比如说现在我们没法去面积 是不是我们要对这个类进行 对这个类型进行扩展 就是对他进行修改吧 下面呢 我们是不是要求面积的 求面积以后 是不是我们要需要定一个重演函数啊 重演函数 比如说 一个面积 先写 就是get s 是吧 get s 那很明显 我应该用 msr 是吧 等一个 就是三点一四 乘mr 乘mr 是吧 那这样还不行啊 你需要把它反复出来 对不对 ms 那很自然 这个类型也有了吧 double吧 ok ok 啊 就是说 你只要动手 他这个思路 一步一步的非常精密 对不对 ok 这样的话 我们把面积搞出来了吧 s有了 下面 是不是要求这个圆的面积 都可以了 求面积 你叫不出来了吧 你出来又是一个数据吧 是数据数 是不是直接可以用输入输出流 把它流出来 这样吧 ok 那这样 可以是不是可以那个 可以练式变成 对不对 嗯 那我们搞一把吧 ce 圆形的面积是 面积是 对吧 ok 那再加个n的吧 可以换行 嗯 ok 那这样的话 你看啊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问题给求解了 把这个问题给求解了 然后呢 第四步 求面积吧 就是 就是闷寒手 集成 对吧 集成 集成 测试 对吧 好 ok 你看啊 我们用面向对象的方法 通过这四步 把这个问题给求解了 那我们变异吧 要不及便宜吧 啊 有个小错误 他们找不到这个标识符 这个啊 当然了 这个啊 这个这样来个错误啊 应该是这个语言的 对不对 这样啊 要不及便宜吧 ok 啊 还有一个汪领啊 这个这个汪领是没用这里啊 这个没用的时候 它是正确的 那我们先不管它 那这样的话 有个别学员会问 那老师 那他怎么执行啊 他是他是怎么执行的 因为那个面向过程是 先执行这句话 再执行这句话 再执行这句话 那请问面向对象 你这么一写 他怎么执行的 这句话哎 就需要大家思考了 这个执行过程啊 我带大家 我带大家调试一把啊 嗯 嗯 类 的要用 执行过程啊 执行过程 分析啊 分析 F7变一把 我呢 先加个段点 F9 F9 还有不会加段点的吗 啊 如果还不会的话 你那个技术课程 比较差一点的 嗯 用那个F9加段点哈 然后呢 就是你可以回去看那个什么呢 看那个 我们 嗯 基础白 基础白的课程 还有 我们 传承博客的 呃 C++提高的课程 C++提高的课程 你看一下啊 呃 我们呃 就是 C元提高的课程啊 呃 就是一级值 二级值 三级值 都给他讲啊 结果的工程设计 呃 嗯 链表 是吧 对 你看 都给他讲 所以说 你要回去 要赶快看一下这个视频啊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啊 加段点 我们够一把啊 那 F10 还走 这个是 F9加 在联的地方 这个呢 我们叫F10 往下走 这个时候呢 他会键盘 接触一个输入 10 10以后呢 这个二级值 就是10了 对不对 这个二级值 10以后呢 下面呢 我们去调什么呢 调C对象的类的成员函数 我再说一遍啊 我们去调C对象的这个类的成员函数 这个类的成员函数 在这里 对不对啊 啊 在这里啊 在这里 那我们F11 看是不是进去了 F11 果然进来了 这样以后呢 他就把这个类 看见吗 他就把这个类的私有属性 就属性 在这里吧 属性 这个他给复制了 F10往下走 复运之后呢 再往下走啊 下面的球面积吧 球面积是不是先做他 是不是要执行这句话 执行这句话 对不对 执行这句话吧 执行这句话 加段点F9 然后呢 我们F11进去 F18进去 F11进去 进来了 然后执行这句话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用这个属性 就这个类 这个对象的属性啊 然后呢 去做他 去球 给这个面积球值 球完之后 把这个面积给算出来 打印出来 OK 给面积三四 是吧 也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 确切实实 是用面向对象的方法 求了 圆的面积 求了圆的面积 那这样的话 这个案例 我们是给大家讲完了 但是呢 还不算完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 我们给大家提 提这个 提几个思考题 但是这样技术上 提几个思考题啊 这几个思考题 今天讲不到 但是呢 我呢 给大家一下泡砖 就是 类的执行过程 我们发现 面向过程 面向对象 并不像面向过程那样 一步一步的去执行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那就是这点 需要注意的 从这个过程分析里面 我们推出一个道理 推出这么一句话 比如说 你这个类设计出来了 但是呢 它并不是说 先执行这句话 再执行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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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这么设计的啊 注意 类 类代码 代码 不是 不是 一步 一步 执行的是吧 那 请问 你这么一定义 这个类 相当于定义一个 数据类型吧 相当于自定 数据类型 请问 C加加变运器 给你分配内存了吗 请问 C加加变运器 给你分配内存了吗 数据类型的本质 我给他讲了 对不对 数据类型的本质 是固定大小 内存块的别名 OK 数据类型是固定大小 内存块的别名 那么你定义一个 数据类型 相当于定义一个 接口体 那么 C加变运器 只会知道 有些数据类型了 但它不会给你分配内存 什么时候分配内存啊 由数据类型定义变量的时候 才会分配内存 这是你要 你要理解的 你要站在C加加变运器的角度 去学习C加的变运器 这样啊 这样的意思吧 OK 那再往下看 这里边我定义了一个C 类 是不是我也可以再做啊 继续往下做啊 我把这个再给你往下走啊 这个是 闷几了 闷02 我再来个闷03 把这个闷03发上面吧 好吧 我再做一个闷04 你看 这个类型 可以定义很多 对象 对不对 这个类型 可以定义很多对象 言外这意思说 类型和对象的关系 可以简单的用 一个类型 对意定义N个对象吧 那这里边有个问题哦 那我我这句话 我是不是可以 可以这么这么改啊 这是R1的 R1 这个是看好了 跟上我收入啊 R1 这是R1 是吧 这是不是请输入 请输入41元的半径 R1对不对 OK 那同样的道理 我是不是可以定义R2 R2 R3 这点吧 嗯 那我多做两个啊 我大家让大家感受一把 这个 这是第一个 第一 圆形 一 这个呢 圆形 二 圆形 二 圆形 二 OK 我输入4E2 半径 R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是R 这个是R一把 这个R OK OK 这个是R 这个是R OK 是吧 那我们再跑一把 F7变一把 勾一把 输入4E的半径 10 这个断链 再去掉F9 再勾一把 再跑 那 计算出来了 输入C2的圆形 20 也计算出来了 也计算出来了啊 这个20没有 F2不对啊 这个啊 这个地方写错了 对不对 C2 C2 F7变一把 我们从调一下啊 让我记变一把 OK 那我们再跑一把吧 嗯 这个10 20 这样呢 我们都取出来了 都取出来了 嗯 都取出来了 那 我们看一下啊 现在有两个 那我们把这个图画一下啊 这个图画一下 这是一个圆 圆的意思吧 这个圆呢 定义了 这个设计类型 定义了边量1 C1 定义边量2 C2 定义边量3 C3 然后呢 你看看啊 在这个圆里面 有一个成员函数 球面积 对不对啊 那这个是C1 C1 这个是C2 这个是C3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对象 去 我们定义出对象 以后呢 这个对象去执行 这个圆的 这个获取这个面积 这个函数 对不对啊 那请问C2 C2 是如何管理 类和对象的 C2 是如何管理 类和对象的 再具体一点说 再具体一点说 就是说C2 是如何 你看很多对象 都去调这里边的 这个方法 很多对象 都去调这个方法 DSS 这个方法吧 GetsS 这个方法 是吧 我们写出来 很多对象 都去调这个方法 那么C加加变运器 是如何区分出来 是C对象 调了这个方法 是C2对象 调了这个方法 还是C3对象 调了这个方法呢 所以说你会突然发现 这个问题 是不是非常重要 OK 如果你把这个问题 给搞清楚了 那么你从面向对象 面向过程 向面向对象 转变 的过程 就走了一大劲了 是吧 是如何区分 是C1对象 是C1对象 对象 C2 C2对象 C3对象 C3对象 是一对 n的关系 可以这么 数据关系 可以简单这么认为 关系 关系 所以说呢 学好c++ 学习c++和学习面向过程 是有点不一样的 所以说 学习c++ 的方法 方法是和面向过程 是不一样的 请大家先接受下来这个思想 问题抛出 类和对象关系 这是 就是说 我先生一起 他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 对不对 这个话题啊 我们到 下 我们三天以后 曾经讲到了 这个话题啊 我们三天以后 就是说 到下一刻 已经讲到了 今天是讲不到 把这些抛砖 这些抛砖 是如何处理多个对象 这些抛砖 调用 这些抛砖 内的 层用 场所 的 具体点 如何 区分 是 c1 c2 c3 调用了 调用了 这个抛砖 这个抛砖 成员 含着吧 用他 因为在这个类里面你看没有没有指名是c1 对不对 OK 这个话题抛砖 你这个点咱的学员听不懂啊 那个没关系 抛砖 就是 这样便于这样你抛砖以后呢便于思考问题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的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答题 OK 那 这个面向 用面向过程和面向对象的方法求取圆的问题啊 都给他讲完了